北歐也在下暴雨 这个挪威跟瑞典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降雨警告 而且瑞典甚至可能会遇上近5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那么画面看到呢 大雨冲坏了部分的铁路 也导致瑞典东部一列火车在两节的车厢出轨 倒在山坡旁边 有高达100多位的旅客 有三人都受伤送医了 那么另外往来波罗的海以及北海的船只 以及空中的航班也都暂停营运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善近美 近好新闻